戰略部署是甚麼呀? 真是香港人過來方便,這句當件 有利經濟發展,這句當件 你看不到整個報告嗎? 第一就是軍事上的報告 南海南的站江 站江有多少本地周圍的支援 無論是戰略物資,或者是糧響,或者是導彈 永遠都要走到陽光,去到開瓶 一瓶那裏就要打斜上去,去廣州 和越西越東全部無能連接,包括香港 記住一件事,香港是中國的地方 香港是屬於13億中國人 不只是屬於700萬人 香港是屬於包括香港700萬人的13億中國人 所以在習近平眼中,我相信 絕對,說甚麼香港,曬氣,不滑下去 一帶一路就是這樣 這是一地兩檢 我不是說過,高鐵一定行 沒有可能不行的 你打死我,你說高鐵不通你去香港 因為香港不是你香港人的地方 下一代香港人,下一代香港人 很快,好像2047,已經蓋下來了 到時甚麼香港人 中國人的意思 現在,是不是 他已經在模糊我們了 有幾多個是純正的,不是說甚麼 好像我們的原居民 很少而已 第一代的,第二代多少 第三代多少 你都看到的 所以,這是戰的部署來的 另外一帶一路,全國打東人 東人,東人 有不由越東和越西人 不通的 幾個大城市 包括香港,珠海,深圳也是 不是的 是嗎 現在說,他有心中心 到時他不可以走來香港 這樣 這樣 現在最大的短板 中國的戰略報局 交通運輸 就是廣東省 就是由東向西 七七七到九 猶豪 是嗎 在沿海的沿海上面 你不是這樣 很免得失事 是嗎 另一件事 當你一通光的時候 整個珠三港 形成一個大的雙圈 生活圈 從此 甚麼事呢 你說我是南山人 只是香港人 我住在錦繡花園 即是將人通光了 我住在錦繡花園 出九龍 要七個字 去南山要九個字 那我去哪裏 喔 後來是南山 怎麼不去九龍 沒有所謂 去去就去 即是因為消滅了 對不對 就是 例如西藏為何歷代以來 去到中國出國都是龍路 不過沒有路通 怎樣溝通 怎樣出運入 沒有的話 現在通了之後 從此西藏永遠都會有機會 或者永遠都不會脫離外中國成為 所謂一個獨立的國家 這個是戰略目處 這個形象工程 在這裏我們申請很多專利 因為當初荷蘭島要我們 最厲害的荷蘭喜橋 本來呢 我們說五千萬 即是有一些技術 七萬一億 他看了之後 傻了你 十億 接著中國說 第一不值 第二 需要這樣嗎 我們自己公關 集全國的工程師 所有的專材都在這裏 結果 荷蘭島已經後悔了 我們很多專利過了它 而且又比它便宜了 是吧 那變成就是 荷蘭島的生意被我們搶了 逼出來的 所以這個 很多很多方面來講 不對 糟糕